各位好 我是小琪 你养的茶花现在还在开花吗 小琪养的茶花这一盆就比较特殊 大部分茶花现在都已经进入生长芽子的阶段 并且有的花有养不好的 甚至落叶 椒枯叶片等的 这一款叫做杜鹃茶 杜鹃茶也叫做四季茶花 因为它一年四季都可以开花 一年可以开多次 您看一下我这一棵 它上面满满灯灯的全是花苞 它只要枝条长 长到一定高度以后 枝条顶部自己就会封死 并且逐渐的分化花芽 而且有的枝条底部也会去长出花苞来 所以说它在一直长一直在开花 开花性能非常的强 虽然它开花性能强 但是它开花是单瓣的 有人喜欢单瓣的 有人喜欢虫瓣的 如果你喜欢虫瓣花的品种 你就不要养它了 你去养夏日系列的 那些也是四季茶花 这款茶花有一个好处 它的长势好 夏季高温 也不怕暴晒 只要见光充足 别缺少水分就可以了 在养护的过程中 如果你想要养的话 保证涂风 涂风好图表扣一下 干下去一两公分 及时的给它浇透水 再去定期的给它补充肥料 肥料的话 由于它一直长一直开花 我们要给它选择花多多二号 高磷的肥料 零元素充足 它能够保证它不缺少 其他的元素 同时长 同时不断的开花 平常的盆土表面 也要给它撒点多元素的缓食肥 保证盆土中有微弱的养分 这样放到光绕充足的地方去 不缺水不缺肥 只要它开完花 你可以修剪一下 花后修剪完了以后 它长新枝 新枝长长 变老化了以后 接着就能够开花 一年四季不分季节 只要操作得当 都能够看到它开花 开花也是比较漂亮的 而且养护起来 比其他的茶花要简单 它的叶片 如果在长的过程中 出现叶脉式绿色 其他位置发黄 特别是刚刚长出来的新叶 及时的补充熬合铁 补充上以后 它就会快速的恢复 保证突养成酸性 那么你养的茶花 在你家中 就能够四季开花 其他的茶花 养护方法也是这样 您要学习一下 如果觉得小七说的还可以 您觉得说的不错 别忘了给小七点个关注 点个赞再度